街头叫嚣 气氛紧张 为了力保家人去命 印度人只能涌向黑市 强埋氧气筒 疫情在印度大爆发 医疗体系已然崩溃 一名65岁记者只能透过推特不断求救 表示自己的血氧掉到31 还有人能来救我吗 但地方政府单位满板拍 仅回应请提供完整资讯 一个多小时后记者推文 没了动静宣告死亡 整个经历宛如死亡倒数的文字直播 也让印度民众控诉记者之死 如同政府已亡 讽刺的是印度三位全球最大疫苗生产国 却因变种病毒使得周边国家 也深受疫情蔓延之害 从尼波尔 孟加拉到巴基斯坦 与斯里兰卡 南亚掀起疫情海啸 连世界最高圣母峰都被攻陷 印尼菲律宾也拉警报 面对疫情强势反扑 国际间只能纷纷声援 全力防堵病毒持续扩散 在您新闻 金属汇报